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友在脸书社团发文 惊呼原来台湾也有富士山 在金融的夜路就能拍到 猛然一看还真的很像 远看有像 白天的话就因为有数码 所以差一点 但是整体这样真的有点类似 很少会抬头看后面那个景色 因为这边单行道 我们都是从那个方向过来 网友发挥了比对精神 正满的富士山 位在日本的三里线 两旁的建筑物比较矮 能清楚拍到富士山 但在金融的夜路 类富士山 没有电线感遮蔽 但美景容易被建筑和招牌挡住 摄影师也教导民众 要怎么拍出类富士山美景 从这一端到另外一端 虽然是有很多个红绿灯 但是呢 他会把它整个压缩过来 感觉说红绿灯 每个间隔之间都缩短 然后会把很远端的这个一个景物 例如一座山 把它拉近 拉到这个观众的眼前 对 这就是长焦段的镜头的特性 文章破文之后 引起了1.3万人留言 也有网友笑说 不用出国 去基隆就能看富士山 不过也有网友批评 这样站在路中 拍照很危险 你之前去到哪里 都站在马路上给他拍 那你之前 你是有去过日本富士山 有啦 有啦 但是我没有发现 会需要 因为这边车辆量也蛮多的 但好在他是担心到 不管如何 不用出国 在台湾也可以拍到 伪出国的美景 只有民众这才发现 原来我们的家乡这么美 白色园住的 就用灯塔 搭配一窗一门造型 站在景观平台 欣赏海天一色美景 基隆港整个都 尽收眼底 求子山 还可以去那边求子山 灯塔就是 眼前的海景美不胜收 仿佛让人以为来到希腊国度 但其实这里不是国外 而是基隆灯塔 终于在10号开放参观 113年1月10号开始正式对外开放 之前有一阵子都处于整修之中 之前开放只有到外面的景观平台 现在园区内也正式对外开放 全白色的基隆灯塔才一开放 每天吸引游客前来参观 欣赏海景 虽然主灯塔的室内空间狭小 不开放民众参观 但一旁灯山步道走一遭 白民旺炮台 灯塔文物馆 求子山灯塔等景点一次收 我们下令的时间的话 是4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 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 目前为止是冬令时间 所以从11月1号早上9点 然后到3月31号是下午5点 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 这风景很漂亮啊 然后又可以看到那个什么 基隆宇 基隆宇很开阔啊 对啊 之前都关闭不能进去啊 然后拍灯塔的话 你在外面拍了 直接拍一半 现在可以拍全部啦 基隆灯塔正式开放参观 成了全台第22座开放参观的灯塔 登上基隆塔除了可以保览基隆港 往来传之的景色 民众不妨走一遭 欣赏这超过120年的历史建筑 刚煮好的酸菜鱼 迎上热腾腾的辣椒和配料 最后撒上菊花瓣 色香味一次到位 在台湾 酸菜鱼的蜂巢正在发烧 酸菜好吃 然后鱼也好吃 我觉得很鲜很好喝 感觉是那种新鲜的海鲜 然后它有那个甜味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很好喝 源自中国大陆的酸菜鱼 原本只是一道菜 软嫩Q弹的黑屋鲤鱼搭配酸菜 软麻鲜香成了韬客最爱 餐饮集团插起基隆 事运运期间 民众闻香而来 一早就来排队 我们点三个口味 然后那个酸菜鱼的部分 就是它酸度刚好 然后它有一点 应该有加花椒油什么的 辣度 对辣度也 我是觉得刚好 这么说 就是它是一点点辣 所以不吃辣应该可以试试看 有酸有辣 就是很入口 不同于重庆的酸菜鱼 重油重咸的口感 业者特别到大陆取经 改良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喊出鱼饼汤海鲜 以柴鱼昆布当汤底 加上自然发酵的酸菜 提升汤头层次 还有多种汤底口味 让民众选择 前往上海取经 去跟我们师傅做一个学习 那学习完之后呢 再回到台湾进行研发 比较特别在于说 过去的一般比较传统的酸菜鱼 可能它的汤头部分是比较偏酸 比较辣比较麻 那我们运用了我们的汤底的一个技术 然后呢 是组合到我们的酸菜鱼品牌里面 是标准了一碗连汤都可以喝的酸菜鱼 不敢吃辣的 也有番茄鱼 明太子奶香鱼汤底 搭配私房菜炸物等点心 让民众有多样的选择 我第一次吃酸菜鱼 但是味道应该算 就是蛮符合 我觉得蛮符合台湾人的胃口的 特别研发了七管汤底 除了酸菜鱼之外 还有我们的番茄鱼 那不是辣的其实可以选择 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明太子奶香鱼 那还有我们的虾汤 其实这都还蛮受欢迎的 知名的联锁餐饮集团 去年全台展店 进入除了原本的烧肉火锅 又再多一项品牌酸菜鱼 主要是看好台湾人 真的很爱吃锅物 在最近就是整个边境开放 那我们的外国旅客来到台湾之后 也发现到其实外国旅客 对台湾的火锅也非常的有兴趣 事实上也是非常看好 这个区域的消费能力 除了原本这边的 居民的消费能力之外 我们也看好 就是年轻族群的消费能力 所以我们选择在这边 来开了第三个全新的品牌 就是比较偏向年轻族群 蛮喜欢的酸菜鱼系列的品牌 参与业者抓准台湾人的饮食习惯 调整口味 推成初心 就是能够抓住年轻逃客的胃 基隆最近的打卡热点 是位在基隆塔四楼的远见人文空间 有着基隆意向的空间规划 还可以远眺基隆各角度 近日吸引了不少外线市游客前来 我觉得这里还蛮棒的 就是可以看书 然后又可以眺望基隆的景色 而且空间设计感觉很用心 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 很受游客喜爱的人文空间 最近又进驻充满在地文学气息的 装置艺术 文化局邀请在地艺术家李其红 以山海视角来阅读这座城市 各位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个作品 有一面是海 一面是山 正好这两片 它其实是代表了我们基隆的 在地的一些景帽 那比较特别的是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左手边的 这一个的山的部分 它其实里头的图腾 有七种的在地的基隆特有种的植物 例如这个是基隆的叫做银子草 那银子草的特色 就是你看它好像一只一只的蝴蝶 在飞舞的 然后这边右下角这边 还有一个也很有趣的 很特别的叫基隆筷子戒 它的果实会长长的一根一根像筷子 从艺术装置中认识基隆的生态 还由以海为主轴的文学 展翅飞向天空 那这些小小的书本里头呢 其实是我们截录至基隆的历届的海洋文学奖的作品 所以呢在这上头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学家 透过他们的视角观看的基隆 带领观者以文学之眼 与黑渊视野 看基隆 文化局又将基隆推向国际舞台 这里有一个国际化的氛围之外 我想它很重要的是 它也传递了在地的资讯 我们在这边也有贩售 基隆树文化局自己出版的刊物书 或者是甚至实境游戏 利用这个平台传递基隆文化 规划上架有关基隆的书籍 销量超乎预期 实际去统计他们购买的书 发现确实他们也购买非常多 跟基隆有关系的书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空间是 未来可以作为我们推展 向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放眼全世界 用文学的角度 来阅读基隆这一座城市 欢迎有空的朋友来走走阅读 感受一夜山 飞舞之书的独特魅力 从采集大自然开始 学员们用手慢慢捏出 自己想要的生活器皿 摘取在地植物拓印 创造与自然相互拥抱的 幸福仪式感 我们就是还蛮喜欢 基隆的样貌 大自然的感受 然后我们来呈现 与跟陶土的一个连结 然后我们带进到 我们的课程里头 那我们会就是结合自然跟陶土 就是在这块大地上 去做一个创作 基隆子弟张浩燕 创作的陶艺作品 粗犷豪迈 欢喜中带有原况感 获奖无数 这一次与老婆凯旭 回到基隆 在绿竹园农场 教陶艺创作 享受与大自然的对话 我想要将陶艺的这个技术 然后带回基隆 然后让基隆的人 也可以体验陶艺这件活动 夫妻俩撰写 七年投入公共服务计划 获得补助 在敲山声轻浓的支持协助下 带着来自各地学员 拥抱不同的创作模式 我们有台湾朋友带我们来参加 很期待 也有点难 也很好玩 我来不及 用这个碗去饭 我今天做的是小花瓶 过程也是有点难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 但是就是在这过程中 就会觉得 可以感受到那个细细慢慢的 那种生活的感觉 看望他们非常棒的作品 大地之社 有得到绿工艺的奖项 其实那会让我想起 我以前小时候在基隆的山跟海 观察那个自然万物的颜色当中 浓缩在一个小小的陶艺作品 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基隆也有这个机会 能够青年回乡 青年回流 把我们基隆的非常棒的陶艺师 然后带进来基隆的自然场域当中 进行生态教学 然后他们非常棒的一点是 他们使用了柴烧窑 然后那个右舍是取之于我们竹子的灰烬 等于就循环再生 这个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简单简碳绿生活的概念 远离城乡 在农场空间创作 让人感受与环境的连结 好好地呼吸感受基隆这一片土地 下面不要害怕 最多就是包胶而已 可是如果你画画的时候非常小心 你那张画看起来就是 怕得要死的一张画 看都看得出来 看王杰老师水彩速写 画下淡然古道上百年土地公庙 透过艺术绘画开启与自然的对话 这次就是要带大家来体验 就是淡然古道里面的自然风光 那我们就是透过画笔的方式 一边走一边体会 然后在画画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更深入地去理解 或者说记录 你在这边所感受到的一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清净自然跟贴近历史的一个方式 与艺术家一同探索自然美景与意境 并在创作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灵感 每个人的土地公创作 都展现了传承的力量 我认为它真的很有趣 你看到你能够拿到这么简单的 塑造和刷 幻洒创意 卸购文化传承 更可探索秘境步道 透过学习型城市计划 让新与这片土地文化 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 废弃不用的笋壳 在青年工艺师艺术家的创意巧思下 有了新生命 使用好看的笋壳灯孕育而生 主要它用到的材料是 我们这边农场的一些农费再生的部分 就是笋壳的部分 我们希望它可以做循环以后 还可以做工艺 然后融入生活 很难得可以来到大战 还有农场里面 然后做灯 而且第一次发现竹鼠有龙毛 而掉落不用的笋液 又可以如何一阵新的面貌出现呢 就将它收藏在纸上吧 就是纤维工艺 然后我们觅食那个植物的天然纤维 再跟我们一般的家用废纸 打成浆之后 稍微只是这样轻轻的一晃 做成再生手工纸 运用竹子当容器 制作吹蒸出的笋子饭 香气十足 好好吃哦 绿竹园山鼠农场 选用当令食材与在地农产 野色午餐的好滋味 让人精神大振 有加一个南瓜 然后田农水 对 然后还有豆腐 结合青年工艺师 艺术家 文史工作者 透过跨界合作 开发基隆不同于以往的 休闲农业深度体验 顺客的敲响神 敲响山间绿工艺石农工学 让基隆学习新城市计划 与这一片土地文化 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 对于这个渔港颜色画展 郑开祥说 这是他一年走会基隆之后 给基隆的情书 从不同角度观察的感受 跟丰沛感情都在画里面 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基隆的魅力 我觉得基隆很有它独特的一个魅力 有时候那种魅力有点难去形容 也许是有点老旧的感觉 或者是下雨的那样的一个忧愁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实际上在这边感觉到的 更多其实是 我觉得基隆它是有很多颜色的地方 在太平山城看着世界的船舶 从眼前经过 这个侧展是在太平山城驿站旁的 一个红砖屋 在这个特别的一个场域里面 看见城市画展 呈现非常特殊的人文情怀 可以让心灵慢慢地沉淀 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基隆 这里是太平国小 也就是太平青鸟下面的太平山城 那我们在这边 大概有一段时间是太平山城驿站 目前正在举办一个 雨港颜色正开祥的画展 而这个画展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 关于基隆的一些颜色啦 风情啦 还有包含这个山城的一切 那非常希望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走走 当你从火车站出来 然后沿着波渡要往太平青鸟走的时候 其实就在半山腰 你会看到我们 然后会看到这边 非常可爱的一些植物也好啦 猫咪也好啦 老人也好啦 还有这个很重要 很漂亮的一个展览 可能是我觉得气候可能也在改变 然后一般大部分的人提到基隆 都会觉得说 它就是一个很多雨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我在那边住一年多 下雨的天数 坦白讲没有我想象中的海多 然后更多的反而是看到 很多的蓝天白云啊 或者是很漂亮的海 跟很漂亮的山啊 游轮啊 所以我把那些体验到的一些生活的颜色 把它化成了我的这次的一个展出这样 这间太平山城红砖屋 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本来是一个阿嬷的家 但是阿嬷年纪大了 独居行动不便 需要长照 所以有一位好心人把它买下来 成为社区艺文展点 一方面也让阿嬷有能力 去接受长照的安养 这个房子 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的话 就是很难得的 在现在的时间点 我们还看到一个这样的红砖屋 那原本住在这边呢 是一个88岁的老阿嬷 她是一个独居老人 所以当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跟她维持很好的关系 我们常常会来陪阿嬷吃吃饭啊 陪她走走路啊之类的 可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阿嬷染疫了 身体不好了 所以家人就把她接到了安养中心去 而这个空间她就空了下来 是一个跟山城很多房子一样 是一个闲置的房舍 那我们想说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她现在就变成是一个成展的空间 未来可能也是我们办很多活动的一个空间 那一方面是刚好我支持的展 那个作品有非常多 大概100多幅 所以分成两个展场 那这两个展场我觉得她所在的地方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一个是在山城这边的这个阿嬷的这个家 那一方面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透过就是说来看展的这个过程中 她会有机会走到这个山城 然后她会走在那个 有点波道的阶梯 然后甚至在山城里面迷路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山城的 很特殊的一个魅力所在 然后另外一个展场叫原山美学 然后它是位在 一个人爱市场的旁边 所以我就很有趣的就是 当大家去逛市场的时候 她可能会忽然发现 这边怎么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驿站 这么漂亮的一个艺廊在这边 就进去看的时候 发现里面展的东西 都是在地道地的一些生活的画面 那我觉得她可以马上的去感觉到说 其实基隆这边是很有艺术的创作力 然后也会感觉到说 在地的人其实是非常有艺术涵养的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进太平山城 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 来看郑开祥的画展 鱼港颜色 透过一文的角度 一起感受基隆独特魅力与美好 即使走到迷路都值得 这一大片有厚度 俗称叫海猪肉的花环肉质软珊瑚 放远一看超像巨大的杏鲍菇 软软的像杏鲍菇 它当拿束手收起来的时候 又会像一块猪肉一样 所以我们就常常就称之为它为海猪肉 另外这被称为米粉的树真叶珊瑚 粗厚的触手 摇一时就像在沸腾的锅中翻滚 看它在水过摇摆 有没有像一个米粉在那边摇来摇去 就像我们在烫米粉的时候 它虽然说是看起来软软 可是它下面还是有骨骼的结构 树真叶珊瑚在台湾的水族市场中 是很常见的珊瑚种类 国际上的贸易量很高 算是水族界的人气王 还有海森界的漂亮宝贝海苹果 正在觅食哦 这些以食物命名的有趣生物 在解说员的解说下 变得好亲切好有趣 还有还有 来看这从鼻子到尾巴 被划上一条白线的到底是什么鱼呢 我们一般小嘴看到 像泥墨或者像其他的 它都是以两条红色的柱子为主 然后这种呢 我们在分类上面 给它属于取的名称叫做臭幼家族 有没有看到它的鼻端一直到尾巴 有一个白色 就像白鼻青的纹路一样 因为这里面呢 它没有海葵 所以小丑鱼呢 也会找其他的珊瑚 来做共生的一个相处 所以你看到 它们会在珊瑚里面 也做磨蹭的动作 也会照顾珊瑚 原来是粉红小丑鱼啊 潮进之南海洋馆 近期喜事连连 既海苹果产卵后 一楼潮间俯视缸 也有东方星轰宝宝诞生咯 这是全台第一次在人为环境下 繁殖成功的案例 红鱼的青鱼呢 就是它的爸爸妈妈 大概养了两年多 然后开始陆陆续续的生产 一胎大概产下一到两只左右 它算是一个小型的红鱼 而且非常的可爱 它的成红大概在盘进 30到40公分左右 不像一般我们看到的 大理石红那么的大 可是它就是小巧可爱 而且它红鱼的特征呢 都有陆陆续续的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 它的雄 雌雄的外表的那个姓真 还有它著名的毒刺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呢 是公鱼 所以它呢 有个很长的交尾期 对 再来呢 是海底世界的丑小鸭 它小时候呢 是一圈一圈的蓝色的条纹 蓝白相间的条纹 乍看这样 像大鱼的眼睛一样 这是它的保护 它等它慢慢长大之后 黄白然后底色是深黑色的条纹 我们常常就像它小时候抽小鸭 长大变天了 就是盖刺鱼的典型代表 所以我们就又叫它叫做变态 它小时候的形态跟长大不太一样 当它被你抓到的时候 它就会用甩的 然后那个毒刺 它的刺就会刺到你 对 所以这是盖刺鱼的最重要特征 为什么叫盖刺鱼 在朝静智能馆一楼俯视池 您来了还可以来走走 回送第二胎的母红鱼 记得No Touch 一起学习爱护海洋 及海洋中的生物 鹦鹉螺与局使长的抽象 来猜猜哪一个是活化石 哪一个是化石呢 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法 就是看它的体管的位置 它体管假如是在正中间的话 就是鹦鹉螺 那它的体管假如跑到旁边的话 就是局石 还有全世界最大的局石 究竟有多大呢 中山大学的化石巡回展 来到建德国中 在赖博士的趣味解说下 让人阅读地球的记忆 演化 它是记忆一个基因的差异 然后累积了非常多的年代 所以他们在形状上 大小上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地球上的生物的千变万化 这种非常有序的部分 让大家也能够学着 试着去欣赏 这些我们地球上的生物的多样性 师长们仔细观察 感受这亿万年大自然的魅力 更能与在地有更深刻的连结 透过这一次的研习 我们就更能够去区分说 橘石 然后跟英文罗 它要怎么样去分辨它的一个差别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历程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它做分类 那因为我们是地处于基隆 那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我们在户外 能够常常去发现到化石的时候 那我们第一个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判断的先辈知识 透过品头论足 投足类化石展出 让学生对海洋化石生物演化 环境与气候的变迁 还有台湾化石与本土环境之间的关联 有更深的认识 同时也能了解化石在科学研究 及一般生活上的重要性 基隆的味道是甜甜的微笑 箱子里的小猫热情的在和你问好